约伯纪第36章 以利乎又接着说 你在等我片刻我就指示你 因为我还有话要为神说 我要从远处引来我的意见 把公义归给我的创造主 我的话真的不是谎言 有一位知识全辈的与你同在 神大有能力 并且不藐视人 他的智慧大有能力 他不容恶人生存 却为困苦人主持公道 他的眼目时常看顾一人 他使他们与君王同座宝座 他们永远被高举 他们若被锁链捆住 被苦难的绳索缠住 他就把他们的作为和过犯都显示 使他们知道他们骄傲自大 他开启他们的耳朵可以领受教训 吩咐他们离开罪孽而悔改 他们若听从他 侍奉他 就必幸福地度尽他们的日子 也必快乐地度过他们的岁月 他们若不听从 就必死在刀下 毫无知识地弃绝身亡 那些心里不敬虔的人 积存怒气 神捆绑他们 他们尽不呼求 他必早年丧命 丧命如妙计一样 神借着苦难救拔困苦人 以他们所受的压迫开启他们的耳朵 他也诱导你脱离患难的湖口 到宽阔不狭窄之地 到你白满肥干的席上 你却满有恶人所当受的审判 审断和刑罚把你抓住 你要小心不可让愤怒激动你 以至五万神 也不要因赎价大而偏离正道 你的呼求或一切势力 能使你不受患难吗 你不可切勿黑夜来临 就是众人在他们的住处被除灭的时候 你要小心 不可转向罪孽 因为你选择罪孽 而不选择患难 神靠自己的能力高高在上 有谁向神指教人呢 谁把他所行的道路派给他 谁能说你所行的不义呢 你要记得称赞他所行的伟大 就是众人所歌颂的 他所行的万人都看见 世人都从远处观看 神为至大 我们不能了解 他的年数无法测跺 他吸收滴滴水点 使水滴在云雾中化成雨 云层倾下雨水 佩然降在世人身上 谁能明白云彩的展开 和神行弓的雷声呢 他在自己的周围展开电光 又用水遮盖海底 他用这些审断万人 又赐予丰盛的粮食 他以电光遮盖双手 然后吩咐电光去攻击目标 他以雷声宣扬自己 甚至牲畜也注意将有什么临近